1949年我国的邮政业务总量呢 仅仅1.6亿元 到去年年底 全国邮政业务总量 已经达到了12,345亿元 我们70年间增长了7,700多倍 快递服务呢是从无到有 业务规模呢连创新高 快递业务量呢 从80年代的153万件 激增到去年的507亿件 今年呢有望突破600亿件 我们这30多年呢 年均增速高达41.5% 我国呢已经成为世界上发展最快 最具活力的新兴基地市场 我们的包裹快递量 已经超过了美国 日本和欧洲等发达经济共同体的总和 对世界增长的贡献力超过了50% 已经成为世界邮政业的动力源和稳定器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也有愿意识到吗 我们今天就发起 了就是 黑社区 但是 我们今天就发现 有点 没 有点 感谢观看